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四海参。 姻缘的变换,看似无常,其实是有定数的。 然而有一件事,让人不禁思索,姻缘真的是命中注定的吗? 因为这个男人,竟对一头母猪爱得死去活来, 还顾不得家人的反对,将其接入房中夜夜生歌。 南宋时期,苏州城有一个姓董的大户人家, 生下一个儿子,取名董文轩,一家人对他非常疼爱, 不仅锦衣玉食地养着,而且事事顺着他。 然而,董文轩从小就一副郁郁寡欢的模样, 不仅不会笑,还时常露出悲伤的神情,日子过得很不开心。 问他为什么悲伤,董文轩却说自己也不知道原因。 直到董文轩五岁的时候,董家的猪圈里的母猪生产, 只生下一只小猪。 董文轩见到小猪,突然就开心地笑起来。 他将小猪抱到自己房中喂养, 每天同吃同睡,十分亲密。 后来,董父董母暗中商量,不能让儿子的怪痞这样下去。 于是有一天,乘着董文轩不在家, 夫妻俩命人偷偷将猪牵走,藏匿起来。 等董文轩回来,董母垂泪说道, 儿啊,今天你外出后不久,小猪就在房中乱叫。 等小丫鬟前去查看,才发现她已经跳窗户跑了。 我派了人去追,但是她已经不知所踪了。 董文轩听后,面如死灰, 接着发疯似地跑出去,到处寻找小猪的下落。 一连找了几天,将整个苏州城都翻遍了, 还是不见小猪的踪迹。 接着她就走回来,躺倒在床上, 任听家里人如何劝,都不吃不喝,几乎快要饿死。 董母见她这个样子,吓得将藏起来的小猪送回来, 董文轩才又哭又笑,转眼就好了。 这件事一出,更加成为了街头巷尾的谈资。 转眼过去几年,董文轩已经二十二岁了。 这天,董母去东街首饰铺取预定的头面和首饰, 见到一个女子披麻带笑跪在街中, 原来是要卖身脏膜。 董母见那女孩十七八岁的年纪, 虽然衣衫褴褛,但长得楚楚动人, 心里有了计较, 于是花五十两银子将女子买了下来, 又帮她将王母安葬了。 董母连忙拉起她, 左看右看,十分满意。 董母笑着说道, 我不要你当牛做马, 只要你做我的儿媳, 为我家开支散叶就是了。 湘芸露出疑惑的神情, 看着董夫人富贵逼人的模样, 怎么会要她一个姑女做儿媳妇呢? 心里暗想, 这董夫人的儿子, 想必不是丑陋不堪, 就是顽劣不化, 或者缠绵病塌也说不准。 但是董夫人对她有大恩, 已经将她买了下来, 不管是什么局面, 湘芸都决定一力承受。 可她怎么也没想到, 跟着到了董府, 见到的董文轩, 却是一副英俊斯文, 彬彬有礼的样子。 而董文轩见到湘芸, 只觉得这个人有一种熟悉感, 但她也没有多想。 等到董母说, 要湘芸给董文轩做妻子时, 董文轩十分激动, 儿子已经决定此生不会娶妻, 由小猪相伴足矣。 董母听了, 流泪相劝, 但董文轩却是硬着心肠不同意。 董父知道后大怒, 坚持为湘芸和董文轩办了婚事。 新婚夜, 董文轩对湘芸说道, 你就是占了我妻子的名分, 这辈子我也不会碰你的。 说完走她就走到隔壁睡了。 湘芸以为董文轩口中的小猪, 也许是一位女子, 可她在董府住了一段时间后, 才知道丈夫口中的小猪 居然是实实在在的一头大母猪。 见董文轩, 一心只在猪身上, 对别的人和事都不关心, 湘芸没有为自己感到羞恼, 而是为董父董母不值, 心想, 这董少爷往生在富贵家, 真是不知好歹, 父母那样疼爱她, 她的眼里却只有一头猪。 以后董夫人董老爷年纪大了, 她如何撑起整个家, 又怎会去孝顺父母? 又想, 董少爷看起来好好的一个人, 也并非是爱猪之人, 只是单对那一头猪特别罢了。 难道是这猪有不对劲的地方? 别是个猪妖吧? 想来想去, 始终觉得古怪。 因此, 有天她趁董文轩不得不外出, 偷偷开了那扇房门, 将猪牵走了, 一路到山上的道观。 湘芸对道士说道, 道长, 我家相公迷恋这头猪, 你快看看, 它是不是什么妖孽? 道士看看猪, 又看看湘芸, 掐指一算, 抚须笑道, 这猪无什么特别, 只不过是你夫君因为用情太深, 认错人搞错对象罢了。 又从袖子里取出一面镜子, 对湘芸说道, 你将这姻缘静带下山, 一切疑惑就可解了。 湘芸接过镜子, 看也不看, 揣进怀里下山了。 回到董家, 董文轩已经回来, 知道湘芸牵了猪外出, 正在大发雷霆。 见到湘芸回来, 怒气冲冲地说道, 你将我的小猪带哪里去了? 湘芸看她那个样子, 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小猪小猪, 一个大好男儿, 不读书不经营, 整天只知道抱着一头猪, 任凭父母悲伤流泪也不动摇。 你这样的人, 妄为人子。 我已经将她迈到屠夫那里, 现在说不定已经成为别人的盘中餐了。 你死了这条心吧? 董文轩听了这话, 只觉心痛无比, 怒气冲天, 忍不住推了湘芸一把。 湘芸怀中的阴缘镜滑落在地, 而她的头也磕到椅子上, 灯时流下血来, 鲜血滴在阴缘镜上, 顿时光芒大盛, 湘芸也觉得头痛欲裂, 有许多陌生的记忆纷纷涌进脑海。 董文轩看着镜子中的画面, 也一下子呆住了, 她愣愣地西行到湘芸身边, 湘芸抬头看她, 眼中含着委屈和无尽的情意。 董文轩喊了一声莲儿, 两人相拥而弃, 就在这时, 道士出现, 将阴缘镜收起来, 说道, 前世的羁绊, 让你们今生有相伴到老的缘分, 好好珍惜吧。 原来, 这董文轩和湘芸前世正是一对恋人。 董文轩前世是董生, 湘芸前世名莲儿。 董生前世是个落魄书生, 花灯结偶遇了大户人家的小姐莲儿, 两人一见钟情。 董生托梅人去求亲, 遭到莲儿父母的反对, 两人便决定偷偷私奔。 不料事发, 两人才逃了几里路, 就被追上了, 两人双双训了情。 死后两人不想, 因为喝了孟婆汤而忘记彼此, 因此四处飘荡, 被地府的使者们追捕, 而到处躲藏。 后来有一天, 两人被使者发现, 董生为了护住莲儿, 被使者抓住, 为了孟婆汤, 投到董家, 成为了董文轩。 董文轩五岁那年, 四处躲藏的莲儿, 偷了灵宝, 因缘境前来找她。 董文轩看了因缘境, 知道了前世的事, 和莲儿相认。 就在这时, 使者们追到这里, 为莲儿喝了孟婆汤, 要拉她去转世。 莲儿一路挣扎, 掉落在猪圈里, 董文轩也晕了过去。 而那因缘境, 后来被董家一个仆人拾得, 卖到当铺里, 又被山上的道士偶然遇到, 买了下来。 再说, 那年, 董文轩醒来后, 听说母猪生产, 以为莲儿投了猪胎, 因此这么多年, 才和那猪同吃同住。 其实那天, 正有一个怀孕的女乞丐, 躲在董家猪圈里, 莲儿正好掉在了她的肚子里。 女乞丐生下莲儿后, 见她又香又软, 取名湘云, 从此带着湘云乞讨为生。 后来女乞丐病死, 湘云为了安葬她, 卖身葬母, 这才到了董家。 两人两室纠葛, 终于做了夫妻, 不禁又哭又笑。 此后夫妻俩举案齐眉, 孝顺父母, 打理家业, 传为家话。 而当初那头猪, 被养在了道观的猪圈里, 终于能和同类一处, 第二年就产下不少猪仔, 也算猪生无悔了。 重情重义的董文轩, 疑心小猪是前世恋人转世, 故与小猪同吃同睡, 最后虽然闹了大乌龙, 但这种深情却让人称赞。 世间种种缘分, 为情缘最为难得。 夫妻之缘, 是三世的因果, 累世的情缘。 夫妻之间的缘分, 皆来之不易。 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的一个小山村 发生一件怪事, 一只母猪居然生下八个男婴儿。 在场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各国专家都赶到现场后都无法解释这一。 奇特迹想, 这将成为世界历史上的未解之谜。 在苏州有一家豆腐店, 利用剩余的豆渣养猪, 为了可以交配繁殖小猪, 所以在喂养公猪及母猪各一只, 公猪跟母猪, 整日相依相威。 原来这一对猪, 前生有一段因缘。 母猪的前生是一个不守父道的少奶奶, 虽然已有丈夫, 却常偷偷地红杏出墙。 公猪就是前生跟那少奶奶通奸的男人, 他们两个人虽然暗通款取, 可是少奶奶又不愿跟丈夫离婚, 二人自恨今生不能为夫妇, 希望来生一定结廉礼, 永远长相守。 他们犯了邪淫罪, 堕落为猪, 真的成了夫妇。 这对猪的前因, 怎么被主人家发掘的呢? 那是当年七月十五日晚上, 店家夫妇正要上床睡觉的时候, 忽然听到外面一对男女在讲话, 因为前世犯了邪淫, 今世投猪, 快要被宰了。 起先店家夫妇以为是街道上过路的人说话, 可是仔细一听, 这声音绝对不在街上, 就在自己家中的猪圈里, 夫妇二人听了, 十分惊奇。 第二天晚上, 又听到猪圈中再说, 今天是中元节, 地府赦罪, 我们躺能免死, 一同到西元寺去修行吧。 店主人夫妻听了, 更加害怕, 事情传出去以后, 邻居有一位居士, 出了一两六钱银子, 向豆腐店把这一对猪买来, 送到寺院去放生。 这是许孝卓居士亲见其事, 并经灵隐四会大师公布出来的。 上述一对猪, 因为前生犯了邪淫, 以至后世堕落为猪, 可是他们成为猪身以后, 竟能免杀而被放生, 送到寺院去亲近佛教, 他们前生虽犯邪淫, 可能另外也在佛教中做了功德, 中了一些善因。 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 你可以不信佛, 但一定要信因果。 心生念, 念生因, 因生果。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万事万物都是遵循因果之法则的。 有的人不信因果, 他说我没看见就等于没有, 就好比你没看见美国, 就说没有, 那对吗? 那是你自己的见解。 迎面而来的, 都是你命运中有的, 躲是躲不掉的, 只有随缘才能了业。 道圣和夫曾经就因果说过这样的话, 因是指人生在世自己所思, 所想,所为, 我称之为念。 一思一念都会造成因, 而有因必然就会有果。 在经典书籍《增广弦闲文》中, 大部分内容都跟因果有关, 其蕴含的因果智慧, 人生哲理都值得我们去领悟学习。 正所谓, 种什么因, 得什么果。 而我们经常说的善恶有报, 就是严格遵循了因果中因果报应法则的。 即善因能产生善果, 恶因会带来恶果。 按照道圣和夫关于心生念, 念生因, 因生果的理念来说, 那边一句话概括起来便是, 心存善念, 便能行善举, 因而得善果。 心动恶念, 便会行恶事, 最终酿成恶果。 有些善行或者恶行 确实不会在短时间内产生相应的果, 但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一句话, 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你只管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即可。 网上流行着一句话, 世人慌慌张张, 皆为碎银脊两, 天天碎银脊两, 能解世间惆怅。 我们一直认为, 之所以自己会焦虑, 烦恼是因为没钱导致的, 因而很多人把烦恼的果, 误以为是没钱的因, 但其实有钱或者没钱并非是因, 而是一种果。 烦恼和焦虑的根源, 实际上是我们没看透 关于钱财的因果关系而已。 人若乐天之命, 心境自然开阔。 当我们执着于钱财之时, 又如何能缓解焦虑? 岂不见那有钱之人, 也有诸多烦恼。 不满足, 没远见, 看不透钱财本质, 才是我们烦恼真正的因。 世间万事万物的发展, 首先要遵循因果循环, 其次要遵守因果报应的法则, 最后便是要分清内因外因的关系。 就好像一块石头, 无论如何加热, 也孵不出小鸟一样的道理, 内因才是我们成才, 成事的关键。 我们的思想态度, 知识储备, 见识眼光, 智慧悟性等就是内因, 什么机遇机会, 平台舞台, 其实都是外因。 只有内因足够深厚, 才能把握外因的机会, 而只有善于利用外因, 我们才能发挥内因的作用。 因果循环, 自有定数, 万事皆有轮回。 这句话的意思是, 不管什么事都有它的因, 既然有因, 就一定会有结果, 一切的因果都是早就注定的。 不论什么事情都有轮回, 人有生老病死, 草有枯萎, 也有心生, 不管什么, 它都是从生到死, 再从死到生。 因果循环自有定数, 意思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万事皆有轮回, 意思是说做什么事, 都会有因果报应。 比如说, 你对老人不好, 你的孩子看到你的所作所为, 对你也不会好。 所谓中瓜得瓜, 中豆得豆, 你中了善因, 必然会得到善果, 会有一个良性的循环, 这个善果就是你的定数, 反之亦然, 所以万事万物, 皆离不开因果定律。 凡事有因果, 凡事讲因果, 有因才有果, 有果必有因, 凡事有原因, 每个结果都有特定的原因, 成败皆有因, 成有成因, 败有败因, 中瓜得瓜, 中豆得豆, 果由因造, 果由因生, 有效付出才有回报, 有效努力才有结果, 有积累才有收获, 有大概率才有大结果, 水到渠成, 吃得中苦, 方为人上人, 先有苦中苦, 后由人上人,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明天的结果是由今天的付出所得, 你要得到, 必先付出, 任何结果都不是偶然的, 果酝酿在因中, 因成就了果, 善恶中有报, 出来浑池早要还的, 也因果报, 因果报应, 种什么因, 得什么果, 凡事有代价, 凡事皆要付出成本代价, 没有例外, 有钱因必有后果, 凡事互为因果, 现在的结果全是过去种下的因所导致的, 量变引起质变, 大概率量变引起质变, 能量守恒, 自然均衡, 凡事都是有原因的, 凡事都不是平白无故的, 数经次的次, 数桃里得因, 摘啥苗, 皆啥桃, 是草有根, 是化有阴, 风不动, 草不摇, 浪从风来, 草从根生, 无风不起浪, 天上无云不下雨, 屋里不烧火, 屋外不冒烟, 一切有因果, 一切结果, 皆从因起, 欲知后世果, 则今生所为者是, 一切有违法, 尽是因缘和合, 福来有因, 祸来有鉴, 命由心造, 果由因生, 凡事讲因果, 凡事有因果, 凡事互为因果,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